近年27岁的哈萨克斯坦女子排球运动员萨宾纳·阿尔滕·别科娃 曾在2014年因参加中国台湾省举办的亚洲青年女子排球赛而迅速走红 被誉为世界最美排球员,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走红后,她于2015年加入了日本企业旗下的GSS昂光队,正式进军日本排台 此后,她频繁出现在电视节目中,并拍摄了写真和广告 然而,由于外貌的变化,她遭遇了整容质疑 日本媒体甚至直言,她的女神形象已不复存在 之后,萨宾娜逐渐淡出公众视野,并在父亲的鼓励下与日本球队解约 回到哈萨克斯坦专注于排球视野 2020年,萨宾娜突然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与丈夫的合照 宣布与哈萨克斯坦一位电商巨头结婚 随后生下一个女儿,一家三口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她也改变了以往的招牌,刘海造型,展现出更多自信与成熟的魅力 然而,最近她发布的一段视频再次引发了外界对她容貌的争议 不少网友认为她的颜值发生了显著变化,面容显得不自然 甚至质疑她可能整容失败,表示已经难以认出她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